好 這個傅崑崎開始叫大家說 把簾子掀開來 還看大家這個蓋票的方式 現在包括洪森翰就說了 這個犯人士的量票法 也太驚人了吧 怎麼會這樣緊盯的方式呢 過去你們有看過嗎 其實我覺得我們好像學很多法律 都會講投票是普通平等 直接無記名 那有的是有記名是例外 那像這個案子很清楚 應該是秘密投票 以前大家就是稍微還會遮掩一下 如今這麼赤裸裸 對 立法委員是立法是修法的 難道都不用守法嗎 對不對 這個邏輯完全不通 所以我覺得立法委員自己新的委員 下次自己要不然覺得都要記名 就全部用記名的 千萬不要自己是立法者 而完全不去守法 這個絕對對全民都來說說不過去 但是你以前在國民黨 有看過這樣的情況嗎 你看今天包括這個復婚期 還有這個韓國瑜 就在現場緊盯立委投票 立委還要互相監看 監看完還不夠還要這樣亮票 有這樣要過世關是不是 玩過頭了 我這樣講 玩過頭了 幹嘛這樣子 對啊 所以就要改啊 對不對 錯了就要改啊 不能說你立法委員最大啊 對不對 下次就修法吧 對不對 要不然這個這個有沒有 立法委員是不是也要送什麼 紀律委員會 紀律委員會 對不對 要討論一下 不是 我覺得國民黨 國民黨今天這種亮票行為 就像搶匪搶了銀樓之後 還打電話報警說 跟警察講說 我現在搶完銀樓了 你快來抓我 我搶了多少錢 對 不離譜嘛 以前亮票 以前亮票怎麼亮 以前大家還遮掩一下 這個我蓋完張之後 讓你偷看一下 不是 因為我要把它吹乾嘛 旁邊就看到了 對 沒錯 今天是 我沒有看過這麼離譜的亮票啦 真的太離譜了啦 有這麼多的透明嗎 好透明 那就直接記名就好了 記名投票就好了 因為包括吳春城就說了 民眾黨堅持一大 堅持獨立自主 因為柯文哲一大早 也現身黨團緊盯 但你看出現了陳昭芝的事件 你自己怎麼看 乍看之下 其實只有四個字形容 這個叫低級錯誤 這個就像大家說 他是老手嗎 高級失誤嗎 高級失誤或者是要 高級錯誤也是故意轉移焦點 其實古收金科刺琴王的故事 那個房屋期公子線頭 各位還記不記得 為了要取信嘛 對不對 先要有一個人把頭線上來 那現在如今 古有是公子線頭 現有就是招之現印 他把印 故意把它蓋上去 但是我覺得 如果即便是用這樣轉移焦點 也實在不是高招啦 所以你們剛才一直問說 為什麼中午都不見了 一直他們七個就凹他 說這一頓你要請 你看我們大家對不對 一直說這一頓你請 所以是國城出來邀的 廣告效益多大 對 對不對 他真的一定要請嘛 因為一上午 大家說這個立法院的紅地毯 紅地毯很老耶 包括這個謝龍介 他有一把傘 醫生監督你一人 這個雨傘又出來了 是這個謝龍介 跟這個賴清德的照片 結果韓國瑜在現場說什麼 凸子打傘 無法無天 無法無天 這四個字我聽到 真的是有點毛骨悚然 我覺得那個是他內心的這個 這個心理的一個映照 就是說其實你要走這個紅地毯 假設你要凸顯說 有一些異象 其實很多可以凸顯的 可是他為什麼要偏偏 這個跟著謝龍介附和說 一把傘 然後凸子打傘 無法無天 立法院是要最講法 最講制度 他本身自己要立法的地方 怎麼無法無天 我舉例來說 假設今天真的要凸顯 這個韓國瑜今天進去 我是要選這個立法院長 我是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 你可以送他一根錘子 意識錘 表示說我一錘定音 你也可以象徵性的送他一個 這個造型的麥克風 表示什麼 表示未來我要當議長 speaker 走正幕對不對 對 所以他可以有各種 結果最糟糕最糟糕 就是說拿著一把傘 然後說進入立法院說 我是無法無天 坦白講 這光是這個入門的那一部 就是對立法院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所以你也難怪 你看今天他們那個量票行為 坦白講 今天那個量票行為是非常糟糕 主持人你知道這個 為什麼叫吳濟民嗎 吳濟民基本上就是希望保障秘密投票 所以吳濟民 可是一般這個 因為議長的這個選舉 議長副議長選舉 為了嚴明黨 其實總是會有這些措施 我們過去這個怎麼可能會是什麼還要你這樣拿起來像斬首市的這個量票 你可以第一個就是說前前後後互相監督 或者出來監票員 你是偶爾亮一下 那另外你也可以就是說 一張那個投票格 例如說李政浩你進去 你蓋右上角 何博你進去看左下角 或者你蓋兩個 你蓋三個 或者你要蓋五個 表示那是你的票 各種方式都可以 最糟糕的就是說公開拿起來像犯人斬首釋送那種量法 我坦白講今天光是這一幕 我就覺得說未來立法院那個實在是太難看 第二個我覺得今天還有一個民眾黨要講清楚他的立場 民眾黨你說我要彰顯我自己的政黨立場沒有關係 當時你在選舉完的時候 你跟大家講說 我要當的是國會關鍵的少數 這個國外關鍵的少數 你要彰顯出來的是服務國立民的價值 或者是我要彰顯什麼樣的一個政黨價值 你要講清楚 我絕對尊重各個政黨要投各自政黨 這是你的一個表態 但是今天你如果是一個關鍵少數 你今天如果面對 因為你本來包票 你根本就不可能當選 那你這關鍵少數要怎麼發揮力量 同樣的你要支持韓國瑜也OK 你要支持游錫坤也OK 可是你要講清楚 你為什麼今天要用這種方式來 來等於讓韓國瑜就是輕鬆過關 你等於是按住韓國瑜 他們等於棄權的嘛 對啊 他這就忍按住韓國瑜 都不要講 因為八票是絕對不可能當選院長的 但是你八票可以讓這個在立法院 產生一個比較好的院長候選人 院長當選人 那他今天既然選擇用護航按住的方式 讓韓國瑜當選 你要告訴全民 說為什麼你支持韓國瑜 說韓國瑜比較會耍寶也可以 韓國瑜比較有趣 韓國瑜會把這個議會的幕僚人員當總機 等等各種方式 但是你要給人民一個說法 最糟糕的就是你這關鍵少數的八票 你跟人民說我是關鍵少數 結果你今天彰顯出來是 你連按住了這個人 你都不敢講為什麼要按住他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民眾黨為什麼第二輪不參加呢 那偏在第二輪的時候 韓國瑜又跑去拜會民眾黨 雖然是要道謝的意思嗎 所以所以不要講道謝 他們是不是道謝我也不知道 可是就讓我想起來都坦白說 昨天國台辦那個發言 讓我讓我現在感覺起來是毛骨悚然 國台辦昨天講說什麼 藍白合作監督 藍白要合作監督 一個極權專制獨裁的國家 竟然跟我們臺灣的立法院院長 知此點點 結果到時候出現出現出來結果 結果論結果論果然就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認為今天民眾黨不能逃避 你要跟大家講清楚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投遊戲 沒有這回事 你高興投誰 當然是高興投誰 但是你沒有必要對民進黨解釋 你也沒有必要對國民黨解釋 可是你有必要對全民解釋 你這所謂的關鍵八席 你彰顯的是什麼樣的價值 你暗住韓國瑜 你保送韓國瑜 你希望凸顯的是怎麼樣 你關鍵少數的價值 你是為了自己一黨之師 為了個人的利益 還是說你認為支持韓國瑜是福國立民 讓無法無天的凸子進入立法院 坐在那個上面是對全民最好的一個選擇 你要跟人民講 我認為這個部分民眾黨不是吃飯 民眾黨應該立刻召開記者會 跟全民做個說明